明宅监视器拍下离家出走超过40天的野生亚洲象 自己转开水龙头喝水 他的伙伴还乖乖排在后面等 但解渴后没关水拍拍屁股就走 村民开玩笑的说没看到上头写着节约用水吗 带头大象看了他一眼继续往旁边走去 而紧跟他们的两头小象 其中一头一脚踩空掉入水沟 这群离开西双版纳棲息地超过450公里的象群 几乎跨过半个云南抵达昆明市 一举一动官方和民间都紧盯着 因为他们虽然看起来缓慢温讯 但其实有着惊人的破坏力 避免人像冲突 昆明市政府派出600多名警力 紧急疏散超过460位民众 但就是有不怕死也不听劝的直播主来添乱 为了冲点阅树直播主闯进官方封锁区 大口吞下要诱导大象回家的凤梨 影片曝光遭到踏罚 官方还特别回应将介入管理直播歪风 让当地政府更头痛的还有 比人还难管的15头大象还没请回家 西双版纳另外17头大象也反常地往南移动 造成灵性破坏 TVBS新闻综合报道